Nugens首次亮相就席卷了Kpop世界 粉丝们慢慢地揭示了成员们 令人印象深刻的过去 成员明吉何汉里 出现在防弹少年团的 允许跳舞音乐视频中 Daniel于2011年出现在韩国儿童节目中 并遇到了神话的神灰星 海文以前是一名模特 在模特时被选中后 是儿童团体 由SSL的成员 该团体于2019年 通过Bit8 Music开始试镜 并于2021年底通过ADOR试镜 在此期间 网民们开始猜测 儿童演员刘韩币将加入该团体 刘韩币曾出演过三部电影 和多部电视节目 获得了2018年MBC戏剧奖的 最佳儿童女演员奖 刘韩币自出演2019年电影 Chair of Mr. Ho 不再活跃 他的因此账户已被删除 网友们开始猜测 海人被添加到该组中 以填补刘韩币所谓的位置 在最近创建的论坛上 网友发布了 或听说刘韩币离开后 他们开始找人来填补这个位置 他们遇到了海人 他正在参加 《我的少女的选拔赛》 这解释了为什么海人 是最后一个加入的成员 老实说 整个故事都令人着迷 你永远不知道生活 会带你去哪里 刘韩币也短暂的加入过 Losefium 最终离开公司 爱到韩社 每日解说就像韩瑜 关你赞和订阅哦